台東目前最嚴重的疫情區 就是金豐鄉和泰馬里鄉 而最近在大五鄉內出現了 禁止泰馬里鄉金豐鄉人進入社區的防疫告示牌 在網路上引起了討論 對此大五鄉長黃建斌呼籲民眾 我們的敵人是病毒 希望大家可以團結來抗議 準備要進入部落的民眾 被測溫站的防疫志工 藍了下來 消毒雙手量測體溫 還有十連登記 這個場景對南迴地區的民眾並不陌生 為社區做好確實的把關 不讓病毒悄悄地潛入家園 而近來在大五鄉內 出現了一個禁止泰馬里金豐民眾進入的告示牌 並且在網路上引爆爭議 對此大五鄉長也在公所臉書上PO出影片 期盼鄉親們能夠團結起來對抗病毒 看到部落主任為了保護家園 自主性的防疫 在這邊我非常的感動 也感謝各位無私的奉獻 在防疫的同時 也提醒各位防疫的夥伴 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我們最大的敵人是病毒 希望這場戰役不會拉開我們人跟人之間的情感與距離 還是要提醒各位防疫最重要的三個原則 避免群聚 戴口罩 請洗手 希望大家能夠團結的一起度過 這一場 艱辛的戰力 謝謝 就如同鄉長所說的 我們的敵人是病毒 並不是那些特定區域的民眾 也不是站在第一線從事防疫的工作人員 不該抱有異樣的眼光對待他們 應該要多給予鼓勵和支持 讓我們團結起來對抗病毒 早日擺脫疫情 恢復往常的生活 記者安靜倫大五項報導